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一开始发展前也参加过我们讨论 当时他就提出来了 把特色产业 作为强州的一个基础 我是州人大代表 我的提案也基于 我经常到基层基地和农户对接 看到了现象 我听到了声音 然后我写了一个提案 结果声音传达上去又特别重视 我是政协委员 主要是为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这头几天刚跟我们反馈回来 整个这个园区 对于这个油漆路 包括这个沾道 都是上千万的一个光复 政府光复给我们建立这么大厂房 我们也会有一些效率 会分红给老百姓 岩边耕地面积是非常少的 种水稻 玉米 是没办法发家致富的 都是山地 所以政府就要引导老百姓 从田田地头走出来 桑黄 木耳 人参 这都是我们岩边特有的 临下的植物 绝对不是强加农民身上 是让他们感受到 种这个是挣钱的 桑黄是一种普通的药物 药物的用选择 他们也会征求农民的意见 村长就吃村吧 干嘛就直接找农民 就开村民代表达会 直接就在那个提议了 提过什么意见 我只会就是多给我们分点红 这样就是实在人嘛 Lu is in fact a breast cancer survivor she couldn't handle heavy farm work and her partner has been bad-ridden for years but now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about 500 U.S. dollars she has paid off the debts from her surgery and things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for her I can't get her smile out of my head such positivity such looking at the brighter side of things in the face of so much trouble and so much difficulty 这个房子我们自己花钱了吗 没有 国家给贫困户全给盖的楼房 一般都给整好了 然后咱们就打个柜子就行 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农村人 能住房子 楼房 还有田吗 田有意义来接我们 就是自己吃就行 这几年特别不容易吧 不容易也没办 也得挺住啊 这说实在的 他们都对我们家特别有关心 村里边要选个村委会什么的 您会去投票吗 我去 我们都参加 您会投给什么样的干部啊 对我们好的干部呗 是不是 咱那个拿着老百姓的钱 不办事的人 您就单选了干啥 嗯 那您觉得这样的人有吗 应该现在有 现在没有 给她的家庭 是一种生活改变的 我感觉很高兴 她能够改变 这个工作 和增加 她是一种意义的 中国人不太坏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还要把他们种植出来的产品进行身价活 我们会吸引工商资本来建立企业 增加它的附加值 让老百姓能够挣更多的钱 挣稳定的钱 他有一个意义 他特别关心 他特别关心老百姓 我们看到很多希望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想到未来 有明显的证明 Evidence of Hope